感谢观看 今天带来的是META ROBOT魂系列 铁血的奥尔芬斯巴巴托斯狼王 限令配色版 然后大家所有人都觉得 这次肯定会修改出版狼王妖松的问题 结果这次完全什么都没改 把天狼改的那个全部都给作废了 这也算是一种惊喜吧 再更多的是惊吓 开头如大家所见 妖已经松得不成人形了 而且我这个还是全新的情况下 那个展品玩多了就更松了 但是我本来想狠狠地把万代批判一番的 但是这个涂装上面 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往下看吧 盒子倒是暗藏玄机 可能是为了体现出会场限定的高贵吧 正面跟背面的巴巴托斯 都是采用一种镀膜工艺 稍微好看了一点吧 至少高端了一点 我也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海关大发威了 所有的 就是不是所有啊 我看也有巴友跟我 我这次都是三封 不知道怎么搞的 反正就是三层交代 但我这盒肯定是全新的 才拿到 那盒跟出版相比 并没有追加任何配件 M2魂巴巴托斯狼王 跟其他提却系一样 也对对身材比例 各种细节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类似于MB 然后好不好看 在出版 我们就大家肯定都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是关于这个配色 就是这个新的限定配色 好不好看 我是挺喜欢这个珠光漆的 然后我目前珠光漆最担心的就是涂装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瑕疵 但是我目前看 这次我涂装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 这个珠光漆在照射下也挺好看的 我是很喜欢这种金属质感 只不过喜不喜欢还是要看大家见仁见智了 M2魂巴巴托斯狼王的脸我是真的不太喜欢 侧脸是非常的霸气的 震脸憨憨的 脸震不震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入柜的时候都会替翻这个霸气的特效件 阿拉耶什系统的 装上以后肯定脸震不震估计也没人会来关心了 身上的红黄蓝三种颜色有点类似于那个钛板的那种拼装的钛板 然后在那个像这蓝色灯光上面闪闪发光 我很喜欢 只不过这配不配铁血系这个就另当别论了 金色漆棉也挺平整的也很好看 那这款水口处理还是有点粗暴的 我是第一次接收的 然后这个水口本来就挺大的 然后再加上因为是金属漆然后就更明显了 都是在挺醒目的位置好几个水口 像这个尾巴上面也是有水口 虽然成品模型有水口是长矢之波 这个因为有金属漆嘛 所以水口会更加明显一点 一大重要卖点就是驾驶舱可以打开 这在成品特甚至MB大多数都是没有驾驶舱的 这可以打开相当细气 同时还有一个大卖点就是真实的金属骨架 像这边都是拉伸的 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个金属骨架 是导致松的罪魁祸首之一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下面 这个铁模铁的关节球形关节 然后天狼座是采用夹大来改变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款并没有像天狼座一样 只是单纯的存在版 所以说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得到改善的 小臂也可以展开 然后把里面的那个机械臂 收纳的机械臂取出来 然后再直接插上去就行了 一定程度也解决了手臂握持力度不行的问题 同时机械臂也有多段角度可动 这点还是做的不错的 狼王最标志性的尾巴也给了一长一短两种铁丝 来那个来还原飘逸的造型件 只不过铁丝还是跟老的 就是那所有的成品一样 你一旦用了这些铁丝 你一看上面是可能是因为这次是金属色的原因 所以上面布满了不少水纹 然后也没什么特殊的机关 就是插拔放到让手来握持 没有什么展开啊什么的 我这都跟触板一样 然后脚脚部也可以插上钉刺来踹人 然后是Ambion的前隔 这我Ambion最标志性的辐射就是磁轨炮 并没有进行还原很死骂 骂魂狼王关节松的问题 腰肯定大家都知道很松了 然后手也是 还是完全的就是不举吧 但是就非常松 就比较松吧 但是没有到松的玩不了的程度 可动性方面 因为关节并没有进行任何改良 基本和出版一致 所以这边就不做赘述 大家可以去B站看那些大佬做的出版狼王视频 总的来说还是款个人觉得其实还挺不错的 虽然关节让我非常的失望 只不过我把真正上手把玩以后 还是要感受到狼王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格 也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 这次的涂装在我眼里也不是个减分项 反而是加分项 我是很喜欢这种金属色涂装的 只不过这个购买实在是太死骂了 我开了三个号 大号被封了 三个号才一个号抽到 还是我同学的 最后我还是请他帮我去拿才拿到 花了很多功夫 所以这期视频制作不易 可以的话三连一下谢谢 好感谢观看 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合金成品的最快最速手办模型评测 我们下期再见